一个胯下急停直接把哈登黄劈刹 随后张手标进一记三分 命中远头后对着孟之队替补习一顿垃圾话输出 冒掉科比后更是直接用眼神疯狂挑衅这位美国队长 尼日利亚球员有多嚣张 结局就有多悲惨 激怒孟之队的后果到底有多可怕 一场奥运史上最残忍的比赛就此诞生 83分大屠杀更是成为了尼日利亚球员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一战发生在2012伦敦奥运南篮小组赛 巅峰詹科杜率领的孟之队大战前CBA名宿 迪奥古领衔的尼日利亚男篮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尼日利亚这场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孟之队开局线声夺人 杜兰特低脚接詹姆斯大范围传球后张手标进一记三分 紧接着科比快攻反击抢起上篮 直接被阿米努一巴掌冒掉 阿米努随后用眼神疯狂挑衅科比 激怒后的科比随后开始爆发 先是在左侧45度迎着奥巴索汉的防守命中一记三分 个人一口气连得5分 而孟之队的得分也还在继续 杜兰特外线接詹姆斯助攻 三分球出手直接手起刀落 孟之队一波13比0直接打停尼日利亚队 暂停回来阿米努持球往里强杀造成钱德勒防守犯规 两发全中之后终于打破尼日利亚得分荒 不过詹姆斯这边接钱德勒手递手传球后 直接来了即是大力臣的战俘劈扣 尼日利亚这边也不甘示弱 调鼓面对钱德勒防守直接命中一记翻身跳投 随后还朝着孟之队踢补习一顿垃圾化输出 不过科比这边马上用一记标志性的后仰跳投给予强势回应 尼日利亚这边又是调鼓 持球往里强突抛头得手 回过头杜兰特又在外线命中一记三分 不过调鼓这边篮下二次进攻依旧稳稳打进 紧接着阿米努又在快攻反击中上演双手爆扣 此时科比彻底看不下去了 外线甘巴三分直接空袭入网 随后又成功抢断尼日利亚的传球 快下反击直接来的记双手折叠背扣 个人一口气再次连拿五分 随后国际大杀器安东尼又在底脚标进一记三分 孟之队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7分 眼看形势不利 调鼓这边马上用一记中距离跳投做出回应 随后又在篮下强打乐富得手 不过威少这边接球后的甘巴三分同样也有 紧接着威少又在快攻反击中助攻跟进的小胖德龙 后者轻松上篮得手 安东尼这边也没闲着 顶湖出手直接三分空心刷网 尼日利亚这边终于依靠突破造犯规上罚球线打破得风荒 然而孟之队这边已经彻底杀疯了 先是乐福在顶湖标进一记三分 随后安东尼更是左右开攻连续命中两记三分 国际赛场大杀器的称号绝非浪德须敏 虽然尼日利亚偶尔也能在三分线外投进一两球 但和孟之队的进攻火力比起来差距还是太大 首截战霸孟之队就领先了尼日利亚24分 第二节比赛一上来 调谷就在乐福面前完成了一记漂亮的翻身跳投 紧接着11号球员又在外线命中一记三分 尼日利亚连追五分 不过安东尼这边马上用一记双手爆扣给予回应 随后威少又抢断成功 快下反击又来了记更为炸裂的双手大力灌篮 回过头尼日利亚12号球员的中距离跳投同样也近 接下来孟之队将开启疯狂的进攻模式 杜兰特第一脚三分手起刀落 科比快攻反击中和杜兰特打出精彩空中接力连续配合 詹姆斯抢断成功快下反击 更是直接来了记大鹏展翅滑翔批扣 詹姆斯随后助飞钱德勒上演空中接力爆扣 孟之队的表演还在继续 科比背身单打连续虚晃之后 直接命中高难度后仰跳投 詹姆斯随后又顶着防守球员将球打进孟之队一波狂轰滥炸之后 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2分 尼日利亚这边终于依靠第二股的这次双手扣篮打破得分荒 下一回和保罗杀入篮下轻松上篮得手 杜兰特随后又助飞哈登上演空中接力爆扣 尼日利亚这边奥巴索汉终于在外线命中了一记三分 回过头安东尼这边一个急停急起往里强杀上篮成功 阿米努助攻罚球线附近队友 后者中距离跳投同样也近 安东尼这边也毫不示弱 顶呼三分出手直接空心落袋 随后小胖德龙这边也在顶湖标进一记三分 下一回和尼日利亚四号小将打出本场比赛最为精彩一球 一个胯下急停把哈登黄皮刹 随后直接标进一记三分 这一球也让哈登颜面扫地 随着阿米努命中这记发篮 半场结束梦之队就以78比45领先尼日利亚33分